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7号一次电视采访中证实 白宫正在考虑禁止使用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国际版 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说 白宫目前正在评估TikTok和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在搜集美国公民信息时 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 并将会在几个星期而不是几个月后就做出决定 据统计目前TikTok在全球拥有8亿用户 美国是抖音海外版的第二大市场 下载量达到1.65亿次 仅次于印度市场的6亿下载量 在过去的一年三个月中 抖音和TikTok的全球下载总次数超过20亿次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7月14号说 TikTok也记录了用户的人脸识别信息 可以了解用户的人际关系网 所有这些信息都直接进入中国的计算机系统 中国知道你的一切 拥有你的生物信息 他说的没错 前不久曾经有外国人在中国的抖音上客串直播 结果不到一分钟就被掐断了 因为他的脸部信息没有在中国抖音上进行外国人认证 据路透社报道 抖音海外版为了躲避美国审查 有意将总部改在伦敦 并称这是TikTok从中国母公司拆分的战略之一 消息人士透露 在过去几个月里 抖音一直在跟英国政府讨论有关将总部设在伦敦的事 消息人士表示 未来的几年 该公司在伦敦和中国以外其他重要地方 将显著的增加员工队伍的规模 目前TikTok还没有自己的全球总部 该公司此前表示 其海外最大的五个办事处分别位于洛杉矶 纽约 伦敦 都柏林和新加坡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 除了英国伦敦之外 该公司正在考虑的总部地点 还有哪些选项 目前TikTok已经在加州大胆的聘用了部分外国高管人员 其中包括迪斯尼公司前高管凯文梅耶尔 让其担任TikTok的首席执行官 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报道 字节跳动已经跟英国政府的官员 谈判了几个月 希望把全球总部建在伦敦 并开创3000人的就业岗位 但是在最近中英局势紧张的政治背景下 谈判已经停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7月20日访问伦敦 他说 我将在前往伦敦和丹麦进行短暂访问 而我确定 中国对全球自由人民的威胁将是此行的重要议题 他将跟英国首相约翰逊讨论如何应对的问题 预计包括抖音和华为在内 将会成为主要话题 目前最新消息是 抖音仍然在跟英国政府接触 但是今天也就是7月20号的英美会谈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TikTok的命运 小编认为 抖音作为一家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社交软件 短短几年内风靡全球 确实值得自豪 至少说明它的形势 击中了全人类的痛点和笑点 在互联网大潮中 这样的中国企业屈指可数 但是如果因为政治博弈 折戟沉沙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政治问题还是必须要先解决的 小伙伴们怎么看这件事呢 不要忘了在节目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